圓滾滾的大眼看起來炯炯有神 這是台北市議會議長戴喜青家的愛貓幸福 14年前還是幼貓時遭遺棄街頭被戴喜青發現領養 現在成為公益畫作的主角 戴喜青說這幅首惠幸福肖像 經過高手指點希望能拍個好價錢幫助動保團體 當然我們要解決流浪動物落實動保的精神 也必須要解決這些動保團體的問題 因為只有讓這些動保團體能夠長久的持續運作下去 有足夠的資源來預助他們 我們才有更多行有餘力的資源 能夠灌注在我們所關注的動物身上 所以這個部分不管是從源頭管理 從政府的政策 或匯集更多社會的愛心 來共同著力在動保議題上面 我想這個是每個現代國民 不管是民意代表或是企業界 大家共同的責任 所以這次我創作是我14年前 在選舉過程當中 偶然一天晚上所發現的一隻剛出生的流浪貓 那當時因為在選舉期間 所以我們隔天趕快把他送到動物醫院 去做一些相關的治療跟檢查 等到選舉完之後 我才發現動物醫院把他取名叫吉科 我說你為什麼叫他吉科 他說因為你是議員 議員的台語就是吉科 所以他們就把他取一個諧音叫吉科 我說這個名字對他來講他有點慫 所以後來 當我跟小孩大家非常喜歡這隻貓 我們就把他領養回去 後來我們就把他取名叫幸福 那就像我們這次活動的主題一樣 我們希望幫所有的流浪動物找到幸福 幫他找到一個可以領養他真的愛心 照顧他的一個寄養家庭或收養家庭 所以坦白講喔 剛董事長講說我跟楊醫師花了兩三個小時 畫這幅畫其實我有點汗顏 雖然我這麼多年來致力於動保工作 但是我的畫工真的很差 所以這一次我先找了一張 前一陣子幫幸福所拍的照片之後 我說實話我對這幅畫的貢獻並不多 我找了一位蠻擅長畫畫的好朋友幫我先捉刀 主要的架構跟繪畫坦白講都是那位朋友幫我的忙 那我有出一點力 但那個力實在是不足為道 重點是那個簽名是我簽的沒有錯 所以但是雖然這個畫大部分不是我畫的 這個我必須要坦白寵寬 因為這個牽涉到著作權的問題 雖然但是因為我朋友知道 我們這個是要從事公益活動 他也非常熱於來協助這樣的一個畫作的產生 總是希望說提供出來的畫作 除了它的意義之外 也希望能夠落實動保精神 同時能夠匯集社會更多的愛心 讓大家能夠有機會來共襄盛舉 所以我想幸福也非常開心能夠擔任模特兒 成為這個畫畫的主角 參與公益畫作拍賣的還有前台北市議員楊敬宇 他本身也是受醫師 長期關注流浪動物 同時他也是寵物網站執行長 這回他也手繪作品 用愛心來關懷寵物 參與意賣活動 支持照顧流浪動物 也不能稱之上畫作 那真是我個人覺得是塗 是塗鴉 大家看得出來這個應該就是塗鴉 可是這邊我想表現的就是說 大家的那個有時候我們會看到一個愛心 他就是畫一個實體的紅紅的心臟啊或什麼 那我為什麼會在愛心裡面有很多的線條的這種呈現 因為我發覺我們在台灣 甚至於就全人類對於動物的愛心都絕對是有的 只是呢他用各種不同的方式所來呈現 所以我的心是有很多線條很多龜很多一些這種意象 這代表了我們全部的我們的人類對於毛孩子對於動物 都是有非常有愛心 只是以不同的方式來呈現 現場還有植物獵人紅杏界的致近稀有植物龍虛藍畫作 都將永久點長於意愛五屆2024秋拍 720度3D虛擬展覽館中 實體作品則同步在活動官網上拍賣 所得將全數捐給流浪動物花園協會 讓協會可以照顧毛小孩 同時媒合認養家庭 給毛小孩溫暖的家 記者林錫會台北報導 謝謝大家